哈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Ivan 好久不見 嗯 最近好嗎 嗯 好就好 嗯 我嗎 我最近也很好啊 謝謝 嗯 今天呢 其實想跟大家 說謝謝啦 有沒有注意到我今天的房間 背景不一樣 對就是 房間背景換了嘛 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呢 因為我又搬家了 沒有啦 哪有錢一直搬家 沒有搬家 我今天住在飯店 住在Hotel 來 那為什麼會住在Hotel呢 其實是因為 我這一次算是第一次 嗯 接到業配文嗎 呵呵呵 對 好啦講業配文有點太多了 但是 沒有賺錢 但我這一次就是 第一次做一個YouTuber 然後可以免費住飯店 真的蠻開心的欸 呵呵呵 對啊 就是 我真的真的很謝謝大家 嗯 謝謝一直 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看我影片的你 然後謝謝你的支持 我才有辦法 我覺得真的住飯店什麼的 倒也不是 怎麼說呢 也沒有真的賺錢嘛 但我覺得 是一種成就感吧 對啊 可以說 原來 有人覺得我真的像是YouTuber一樣 對 因為我從來不覺得 自己是 你知道嗎 YouTuber 好像 好像有點奇怪 對啊 就是 我喜歡ASMR 我就拍影片 然後我喜歡 在影片上跟大家 互動 打招呼 呵呵呵 對啊 就這樣欸 但這一次居然可以 嗯 因為我的這個興趣 然後 呃 收到肯定 這樣 就很開心 然後當然 真的最最感謝的 就是在看影片的你 真的好謝謝你喔 好謝謝 好謝謝你 嗯 因為你看我的影片 然後 我的興趣才可以被肯定 所以 謝謝你 真的好謝謝 嗯 好 對啊 然後 我會繼續加油的 雖然我都很懶 呵呵 我真的很懶欸 我很 我很佩服那種可以一直持續的人 因為 我有時候 工作一忙啊 然後就會 就會 好一陣子沒有上傳影片 對 呵呵呵 真的不好意思 OK 那 呃 我覺得 也稍微跟大家講一下我這次住什麼樣的飯店好了 對於來日本觀光的朋友 其實 蠻有幫助的啦 我這次住的這一間叫做 Kandeo Hotel 這邊 嗯 那他在 日本各地都有分店 我這次住的是在六本木 然後地段 非常的方便 觀光 就是要看周圍的景點的話 超方便 地鐵起來 搭地鐵 呃 出口一出來走三分鐘 就可以到飯店了 嗯 對啊 然後 其實我雖然住在日本嘛 但 我住在神奈川縣 就是 好啦 可能 我這樣講有點透露連結 如果有看灌籃高手的朋友 看過灌籃高手的話 然後他們就是神奈川 對 我就住在那邊 跟東京很近 然後我很常 我每天上班都要從那邊通勤到東京 但 我很少來六本木 是應該是我第三次來六本木吧 對 然後 呃 那天上好熱鬧喔 真的 我有點嚇得到 然後 非常非常多外國人 你不會覺得自己在 我覺得 比較不像在日本 它像是一個國際大城市 對 所以 在這裡啊 呃 人跟人的互動 並不是用日本人的 習慣跟日本人的利益 來做基準的 完全是以國際大都市的感覺 所以 你走在路上就是歐美人啊 然後 呃 東南亞的人 然後當然還有像是 呃 華人 非常非常多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 對 所以 蠻有趣的啊 我覺得是晚上可以住在六本木 然後 可能 11點啊 之類一樣下去走一走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對 然後 這個 這一次住處我很喜歡的是 它的view很好 但現在 因為現在是白天了 就是外面 白天就 就是白天嘛 晚上的話 打開窗戶就可以看到 東京鐵塔 我覺得還不錯 對 然後 蠻有趣的是 呃 在住的時候 check-in它會給我們 那個check-in卡嗎 它有分男生跟女生 呵呵 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是因為 它有 它的16樓 怎麼樣 它16樓有一個 露天SPA 半露天啦 可以看到天空 然後可以看到東京鐵塔 SPA SPA是男女分開嘛 對 所以 女生的卡是白色的 男生卡就是這個 咖啡色 然後 嗯 早餐在3樓 這邊有寫 對 那我覺得 我蠻推它16樓的那個SPA 因為 呃 我不知道大家 其實我喜歡大早堂耶 我很喜歡大早堂 嗯 我來日本之前 當然 你知道在台灣 大家根本就沒有用大早堂的習慣嘛 然後 然後 一開始覺得說 進去要全身拖廣光 然後就 被人家看廣光 呵呵 其實有點奇怪喔 但 來日本中慢慢慢慢就習慣 而且 呃 日本人他們的大早堂 跟我們在台灣不一樣喔 台灣人可能 我們可能就 你知道就沖澡啊 不一定會沖澡 有的人就直接進去泡嘛 但在日本喔 呃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順序 一定要先洗完澡 洗完頭 全身乾淨之後再去泡 對不對 所以就是很有趣啦 日本人的一個體驗 所以我就 就開始很喜歡大早堂 那這邊的大早堂 我覺得非常非常舒服 只是 因為太多外國人了 所以 有時候他們會 不知道先洗完澡 或怎麼樣的順序 當然對於 完全就是來觀光的人沒有影響 只是我看起來就有點就是 喔 這果然是國際大都市 日本人的 呃 禮儀嘛 日本人的行事順序 行事風格 在這邊是不同用的 對 還蠻酷的啦 喔 然後早餐也還不錯 但是老實說 不需要為了早餐來住這裡 但是 這個大早堂 我真的蠻推薦 OK 嗯 好啦 就是 也不是真的要 很業配 但就是 把我這次住在這裡的感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重點是真的 真的 真的要好好謝謝大家 因為 因為有你們 我才可以有這樣很特別的體驗 對 我覺得住飯店 倒不是什麼很 很了不起很特別的事情 但 作為一個 呃 因為我的影片 因為我的興趣 而讓我有這個機會 來別的地方拍影片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 都是因為有你 謝謝你 嗯 OK 謝謝你們 然後 嗯 對啊 大家應該也知道 10月之後 嘛 10月之後日本就是消費稅要漲變10%了嘛 但 我覺得你們可以退一歲我蠻羨慕的 我住在這裡然後 對啊 10月之後就要再多2%的稅 他們本來稅金就很重了 我們工作啊 然後 領到的薪水來 都已經扣掉好多錢了 扣好幾萬 對啊 所以 不錯啦 觀光客我覺得蠻好的 有機會的話 來日本玩 然後 對啊 呃 六本木我覺得是蠻推薦的一個地方 可以看一看 晚上的不夜城 真的 是很特別的體驗 OK 好 那我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OK OK 我下一次會再認真拍ASMR 對不起啦 那時候有點偷懶 可以原諒我嗎 好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嗯 拜拜